第四場比賽 第四場比賽 歡迎回來我是啾啾 緊接著要帶大家看到第四場比賽 閃電狼對上 Team Mist 閃電狼自從 MSI回來後 團體整體的狀況都非常的好 這場可輸出閃電狼一軍 對上閃電狼二軍 到底 Team Mist 是否可以從大哥手中 拿下勝利呢? 由閃電狼出戰老戰友 Team Mist 開局 Team Mist完美抓到 閃電狼動向不斷於野區碰撞中 打出擊殺 導致閃電狼相當難得的 被打成1比6的開局 雖然經濟部分還算持平 但短時間之內 閃電狼還是不敢與 Team Mist 強行碰撞 即使20分時在三紅區 抓到一波開戰機會 但最後還是在 Team Mist的 在神機園下 雙方各自拉開單全退場 接下來雙方暫緩攻勢 成名兵線 閃電狼總算抓到兩波機會 拿到兩個擊殺 但 Team Mist轉點較快 拿到較多冰塔 所以兩邊經濟還是相差無幾 但Carsa對小龍的掌握較為到位 讓閃電狼順利奪得前三條小龍 這對 Team Mist來說不算是太好的消息 31分 Team Mist企圖偷吃巴龍餵果 反倒被閃電狼拿下兩人外帶接收巴龍 閃電狼靠著這波完全逆轉前期的劣勢 並打出4000的經濟領先 接下來回整後 Carsa在中路抓到機會秒殺了Breeze 而閃電狼直接套著這波成功拔掉 中上兩路高地兵盈塔 雖然在拔中塔時 坑塔太過大意被 Team Mist抓到機會反殺 但回整過後 Team Mist還是無力阻止 閃電狼點掉兩路水晶兵盈 最後閃電狼靠著兵線 裝備與經濟的絕對優勢 從下路直上高地 毫無懸念地打出Ace 團滅 Team Mist順利拿下這場勝利 Game 2 雙方前期雖然有碰撞 但彼此都沒有成功打出擊殺 9分時 Team Mist側動4人想打殺 閃電狼雙人組 沒想到最後卻被對方成空拖逃 反倒是K在上路 為了阻止兵彌彈傳送被打出首殺 閃電狼靠著這波 在後續拿到相當不錯的經濟與地圖物界優勢 21分閃電狼再度於上路抓到開戰機會 該隊打出Ace後順勢收掉巴龍 現在要開啟了嗎 上車兩名人員 哇 冰島這個冰場卡住了一堆人 但是之後就是要硬追NL 回頭能不能逃脫呢 回來自己用自己的技能回來 但是當然蛇蛇這一邊是要留住 哇 沒有回頭反盾 因為這個吸血讓我太刀了 但是NL這邊要欺負卡瑪 哇 他真的是點擊掉了這個卡瑪 這吸血鬼一打三 能夠活多久呢 因為翻三是有翻到 一樣是倒掉了 雙方的經濟差距正式突破到7000 接下來閃電狼靠著BUFF強勢進攻 咪咪彈在上路分推 而另外四人則從中路大軍押近 TMS在中路防守途中被Maple抓到兩次機會連拿兩人 導致TMS完全無法阻止中上兩路水晶兵營陷落 不過接下來閃電狼太過大意被TMS抓到機會反殺四人 TMS總算抓到一絲喘息滋會 緊接著閃電狼回捕後 還是順利吃下第三條小龍 並從下路再度踏上高地 順利拔掉TMS僅剩的水晶兵營 由於此時的經濟差距已經破萬 TMS即使擁有當今版本的強勢角色吸血鬼 還是無力抵擋閃電狼肯關的傷害 最後這局就由閃電狼順利打破TMS主堡後拿下勝利 大哥還是拿出了看家的本禮與小老丁對抗 TMS不得不屈服於閃電狼在戰場上的經驗 回家得多多練習囉 接下來要看到XG對上M17 機神的敵意這次又會有什麼精彩的表現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 這場比賽是由XG出戰M17 前中期M17發起幾波有效的攻勢拿到不少人頭與塔 讓該隊擁有不錯的經濟優勢 但進入後期之後 XG抓到機會反打並拿下巴龍 直接把經濟拉平 時間來到40分 雙方人頭塔數小龍與經濟完全一樣 接下來就看誰能抓到對方失誤打出破口了 41分雙方在中路內塔爆發會戰 Nexus是被自主要給進入住了之後 沒有閃現了 回頭是看著大絕看著這一波碰撞 是一定要打的 Nexus血量很殘 即將要倒的情況下 吸血鬼開大男士套的虛弱情況下 大絕打到的是五個人 哇 記長這個傷害很高 蹲下去了 寫實之後呢要收的是Apex Apex變成大招 差距打出三換四的戰果 順利拔掉中上兩路內塔 但雙方打到此時 經濟差距已經是重點 勝負只在雙方戰略的選擇與會戰發揮 43分 Nexus孤注一直 還持巴龍 XG雖然努力趕來防守 但最後還是讓對方順利取得 此時換XG不斷開戰 但最終還是被Nexus收掉三人 接著該隊靠BUFF強推掉上路 水晶兵銀與下路內塔 差距沒有選擇只能在此時快會戰 但寒冰屏障 隔開戰場的效果太過優秀 最終M17還是順利的X對手拿下這場勝利 GAME2比賽一開始 ZUKI在下路一波失誤送了對方首殺 導致M17下路雙人線完全壓制住了XG 但好顯XG上路分別在8分半及14分時也殺掉波波的一次 總算沒讓M17三線都擁有優勢 在15分時 迪與Dreamer已經各拿到兩個人頭 進入中後期 由於XG下路雙人組封線 使M17開始利用路心野區對XG施壓 17分時 九筒在下路三插口發現ZUKI 加上迪遠距離定道動彈不得 九筒大絕插點救了ZUKI 並順利於25分時剪掉XG外部謹慎的上路內塔 6塔全失後M17的星期明顯已經來到9000 XG的延續視野全失 27分時為了鞏固巴龍區被M17抓到 8G不但陸續喪命被打出Ease 同時也失去了巴龍與三路前進兵贏 最後M17靠著絕對優勢直上高地結束這場比賽 成功以2比0的比分拿下3分 裁掉了之後恭喜他們拿到第二盤比賽的勝率 這個敵義極神啊 兩場的MVP都是他 兩場的都達到12顆人頭會不會太猛了一點 那個輸出傷害太可怕了啦 真是辛苦M17了 好 最後一場要看到的是AHQ與閃電狼的世紀對決 春季總決賽 閃電狼打敗了AHQ的不敗神話 到現在還是盡意猶新啊 不知道AHQ找到閃電狼的弱點沒 我們快來看看吧 第二周最後一場比賽由閃電狼出戰AHQ GAME1雙方前期順利互換上下總共6座的內外塔 經濟部分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閃電狼在轉線途中順利入手第一條小龍 11分時閃電狼終於在紫方紅區抓到機會開戰 該隊順利拿下3顆人頭打出2千的差距 Wenso反正一個10萬零次 但是並沒有造成多好的效果 後方Wenso已經倒下N2眼鏡 Maple閃爆自己的顯示潮汐 讓閃電狼的葛雷夫拿到了雙殺 咪咪咪彈也是閃線過牆 再加上一個主要進行的平衡打擊力熱衝擊 接下來咪咪彈開始在上路控線 讓Zip相當難受 但此舉也造成第二條小龍只能攻守讓給AHQ 進入中期後閃電狼雖然擁有些微的經濟領先 但AHQ還是抓到兩次機會假殺了對方落單的成員 讓閃電狼無法拉開經濟差距 雙方死時只能選擇控制視野互相農兵 21分第三條小龍復活 閃電狼抓到機會直接吃掉 但同時間AHQ也選擇直接開吃巴龍 閃電狼雖然最後有意識到前往防守 但最終還是晚到一步失去巴龍 閃電狼雖然後去打出二換三的人頭 但整體而言AHQ還是成功拉平經濟 但可惜後續沒有太多開戰機會 還是成功讓閃電狼穩住陣腳 30分時閃電狼利用之前複製的視野抓到對方動向 果斷偷吃巴龍得手 接下來閃電狼靠著BUFF 推掉中外塔與下內塔 AHQ此時眼見難以守住重要的中路內塔 決定利用傳送搶開會戰 但沒想到兩名進場的大坦 完全扛不住傷害 加上冰河裂系成功隔開戰局 後方隊友只能眼睜睜看著兩坦爽命 由於此戰失利 讓AHQ直接丟失中上兩路 成金兵營 並被拉開六千的經濟差距 雙塔都扛不住對方的爆發 36分 AHQ為了不讓閃電狼吃下遠古巨龍趕來防守 但後續還是因為兵線不佳被捕回防 閃電狼順勢吃下巨龍後已經勢不可擋 最後閃電狼選擇從下路直接踏上高地 毫無懸念地拿下這場比賽 GAME2雙方逆EU開局 雖然此開局並非閃電狼想用的局面 但Karsa與秘密彈還是找到機會成功夾殺Zip拿到首殺 接下來雙方陷入相當長時間的護弄 就看卡塔這波的擊殺有沒有辦法發生 EU是7的秘密彈先行扛踏 飛越隊影再加綑棒 LIV衝了一下 LIV衝擊 16分時第二條小龍復活 雙方都沒有找到太好的機會開戰 兩邊回補一波再次來到河口 此時閃電狼選擇直接開龍 而AHU則想靠著傳送前來假殺 但秘密彈傳送施放的時間較早 成功協同隊友先秒掉西門 AHU剩下的成員只能敗退回復 閃電狼則靠著這波打出3000左右的經濟優勢 接下來比賽來到22分 閃電狼抓到機會在隱區強開拿下兩顆人偷 閃電狼只是三個人來做夾擊 Mountain的有個大絕先逃脫 後方兵掉到籃 小艾斯利用904點往後跳 兵場已經是切割 對方可以撤退的路線 後方 哇 還要瑟瑟想來硬流人 再一個精準單步刷了一下 MBL背格雷夫的大絕擴散 原本閃電狼想順勢吃掉巴龍 但Ziv找到機會殺掉NL成功阻止閃電狼 32分第四條小龍復活 閃電狼先手開吃 ASQ不敢讓閃電狼再次拿到火龍 只能選擇強開 但閃電狼分割戰場能力實在太過優秀 加上Maple與綠一彈使用傳送的進場時間 與地底都很到位 導致ASQ完全被打亂節奏 陸續喪命 最後ASQ被閃電狼打出零換四的戰果 並失去巴龍棒 局勢至此大勢已定 緊接著閃電狼靠著絕對優勢強攻高地 並陸續點掉三路水晶兵營 ASQ此時已經沒有任何反抗於地 最終只能眼睜睜看著閃電狼擊破主堡 成功連下兩成拿到三分保住龍敗的戰績 對上ASQ取下了一個五連勝的佳績 加上春季總決賽 J-Team的整體表現略勝差距 可見他們的實力不容小覷 看完了這三場LMMS的比賽 還有三場在下段節目中 將為大家帶來SF2季後賽第一輪的精彩戰報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不要轉台我們馬上回來